大马谷歌、Google此前二度误报令吉汇率之后 如今暂停自家的令吉实时报价功能 只提供第三方资讯 东方财经记者今日登陆谷歌网站搜索令吉对美元的汇价时发现 谷歌没有显示相关报价 而是展示了第三方网站的货币汇率搜索结果 也就是Revelet、Wise或XC网站的货币汇率 随后记者也搜索了令吉对新元、日元、英镑、泰铢及印尼顿等货币的最新汇率 所有汇率均来自第三方 然而当记者搜索令吉以外货币的兑换率时 如新元对美元、日元对欧元、欧元对美元时 搜索结果皆为谷歌网站本身的资讯 在这之前 只要民众通过谷歌搜索令吉对美元等主要货币时 皆能看到谷歌的实时汇率甚至包括过去一天 五天、一个月、五年或更久之前的汇率变化走势 谷歌今年2月5日摆乌龙 把令吉对美元汇率误值为6.24令吉 3月15日又将令吉汇率误值为4.98令吉 国家银行纠正谷歌的错误后 也要求对方做出解释和采取补救措施 谷歌本月18日通过X平台前升为推特 就物质令吉对美元汇价发出道歉声明